針雨棚裡頭的人都在排隊等待篩檢 他們都是桃園區公所的人員 就是因為公所裡有兩人確診 案4911公所檔案是員工確診 市府緊急對檔案是其他9名 以及異地辦公的70幾位員工裁檢 一名員工5628確診 另外還有一名住在新北的公所主管快篩陽性 正在等待PCR結果 讓整個區公所能夠進行消毒傾銷 那麼三天都該採取居家辦公 桃園區公所也從25號開始停止民眾洽工 289名員工都要進行採檢 而桃園鹹運公司也有員工染疫 是一名負責夜間維修的人員 一共匡列11位同事隔離到30號 還好他的工作內容不會與乘客接觸 案號4727 案號4910 案號4912 這三個人是跟酒店相關 而維納斯酒店又多三例確診 累積酒店相關個案已經有8例 而另外新竹市25號 則新增4例本土確診 1例案5443 50多歲男性 跟彰化養生館相關 另外有3例案5073 5074 5075 都是曾有萬華活動室的案4235的家人 疑似是在家庭聚餐時染疫 而其中5074在居家隔離期間 還出門到上班的地方 遭到重罰30萬 至於新竹縣則新增1例 為案5 2 99 20多歲女性 足跡單純 只有在5月21到23號 去過花蓮一間民宿 消毒人員在遠傳門市外頭仔細消毒 因為這間花蓮中正直營門市 有客服人員確診 案5310 平常住吉安鄉26歲 住在亞東醫院附近的同學 以及國中同學母親 到店裡面去找她 另外也曾接觸過新北的顧客 目前匡列18位接觸者 到底感染源是從哪裡來 還要調查 TVBS新聞廖宗慶 陳世銘 高志宏 徐雲廷 綜合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